各位大家好,我是三浮的Bob立揚 因为之前有些朋友有讲教我 可以来讲一个角色分析的视频 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来拍一下 我对一些角色的看法与分析 我这一次第一个分析角色就是阿修 先以我最喜欢的角色下来分析 之后也会陆续来依我个人的见解来分析一些 我对一些角色的看法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阿修这只角色定位的话 只值15只值 想必大家一些都已经 他出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大家都蛮了解他的特色 所以我们就重点讲一下 他目前的话 15只值的角色 目前台服已经有出了三只了 所以他是阿修是属于攻击的角色 属性为攻 然后他的战魂是蛇魂 但他蛇魂的特性的话就是 每次攻击时攻击会回怒 就是蛇魂的特性 然后他敌我双方震玩时 会恢复一定的怒气 这是虎魂的战魂 现在很多角色的话 战魂的能力其实都会搭配到双魂的效果 然后那一个阿修的话 他是主挂蛇魂 但是他是蛇虎魂的效用 然后后面的话都是 毒草啊跟猎鹰跟那个尖石魂 那都是每只角色都会有的 角色 这一段话就是表示阿修的蓄战能力越强 他在台面那个场上的话 支撑越久 他的提升的攻击力效果 那个提升攻击力的效用 也会越来越高 加上他的爆发是很稳定的 就是会一直持续的爆发 然后我再来看他的攻击面板 这里其实这里会 大家也可以去来看一下 这里是正 那一个有些新手玩家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这边有个惊叹号可以点一下 这里会写说 那一些我们的 一些属性上的那些会提升的属性 攻击、防御、生命、暴击、抗暴 那个暴击强度、破级、格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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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跟伤害率 还有免伤 这些都会讲 只是这里的话 目前因为最近台服有更新一个抵抗 这里是还没有写到 因为加上这边 目前也没有写到这东西 因为那个是属于角色的 能力之一 只是还不知道会不会纳入这边 应该是不太会 它的基础攻击 这三个就可以不用看 因为就是你 角色能力提的越高 所以会一直会有浮动的 这边是它本身 那个这边这一块 是它本身的 它本身暴击率就很高了 然后抗暴率其实 这些的话 以持武之子来讲 这些都是很 平均 那个能力都是很高的 它暴击强度 你假如跟 有时候 因为都以暴击伤害的输出来讲的话 其实拿最好的例子 你就可以拿K的来做比较 你就是拿K的那一个暴击 它的基础能力跟 那一个阿修来比一下 你就知道了 那个K的暴击 大家都知道 它伤害很优秀 你觉得如果K 那一个阿修的能力的话 跟它差不多的话 其实你们大概也知道 它的阿修的伤害力 也是很可怕的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 它的宿命部分 最佳男主廟 就自己本身跟白草还有K 这都是火焰系的角色 它旋转跳跃的话 就是差 目前就差 紫愿还没出 紫愿出的话 也不知道 目前 目前陆服的话 也是还没有消息 再来是 五彩火焰流 这就是 阿修是绿的 然后炎克算是 颜色 炎克的话 它的算紫的 还是红的 因为爆疤的话是紫色 灾室的话 灾室的话 我记得 灾室是黑色吗 可是炎克的话 好像算是红色 假如这样的话 就是有五种颜色 然后庄武的话 就是 基本上 其实它庄武 跟有没有带庄武 那个图样 其实是 变化并不大 好 我们再来看它的技能 这个是 它的小技能 小技能的话 它的小技能特性的话 是这样 它 攻击 对方的单体 它主要是攻击单体 然后增加淬炎 淬炎效果的话 会 对方每次行动 它只要有行动 因为正常的话 你假如放招的话 一定会行动到两次 所以都会 提升 它 只要 只要有带翠人的角色 它只要有行动的话 都会回复 阿修的少部分的怒气 虽然回的量不多 但是有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怒气 导致阿修可以再放一次大招 这是有差别的 就等于是不无少补的 然后它可以降低15%的必杀伤害 因为这是有开过门的 这是我们 这个小技能是已经开过 门的 开过第四门的 效果 所以还没开门的话 就是先参考一下 可以看参考一下 这是开门过后的效果 然后降低 对 那 攻击的 对方的那个15%必杀伤害 然后这一回 每次行动的话 会为阿修回复少部分怒气 然后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淬炎它的这个灼烧伤害 不会导致对方回怒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 其实在任何模式都是很适合的 因为 你像那个争霸的话 因为争霸的话 一定就是看 谁的怒气撑的最 越快回满 就是越有多一次伤害 可以赢的机会 有可能有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灼烧的伤害 就会导致 一场的 那个赛事 被反 被反杀 像 打超级龟魂 主要是打龟魂 好了 因为龟魂的话是伤害 就会导致他回怒回恨很凶 你假如像 超级龟魂的话 大家都可想的 只是像打白领那一些的 我让龟魂回怒速度超可怕 基本上 你假如像 你就附带了灼烧的话 基本上 快要可以长长开大 已经快要了 所以 淬炎的话 至少还不会产生回怒 其实打龟魂的话 就是比较 有那一个 优势在 持续三回合 然后再提升自己 自身50%的免 免控率两回合 就是有 有差的 因为像 因为现在大家 还是比较习惯都是打控制流 所以 加上阿修的话 他是 第一回合必出小技能 所以 至少会提升自己50%免控 这是 不错的 那个 技能 对 以附带 淬炎效果 或者 免疫灼烧的 单体造成 60%额外的 伤害 就是 对方如果已经中了 淬炎 所以 下次再打他的话 再用小技能打他的话 那会有额外60%的伤害 然后 像白草那些 就是 有些角色 像白草 库拉 等等 有些会 就是会 免疫灼烧的 角色的话 就是 一定不会 因为他免疫灼烧的时候 就不会有淬炎 所以 就直接再打下去 就是直接就是额外的60%伤害 这是不错的 因为 这样 现在 因为现在蛮多角色 真的 免疫灼烧的角色蛮多的 好 第二个 就是他的 愉悦 大招 虽然现在已经开放六门了 但是我还没开放 所以就是 这还是正常的 大招 所以 那一个 这就是 正常 大招的 效果 六门大招 一定是不一样 一定有些 提升一些能力 然后他是攻击一列的 就是 一列就是 丢两只 就是 打 就是直接打两只的 然后重点是 他可以驱逐 争议目标 争议效果 就是你前排 就是前后 就不管是 不管是 因为有些的话 打单 必杀技打单 打一列 但是他是主要的 buff是用在第一只身上 或是简易效果 都是用在第一只 第一只身上 后面那一只 并不会有 那一个 阿修都要驱逐 争议效果 是前后两只都会 然后同时就是 给前后都会给他淬炎 然后刷新敌方 就是敌方如果 本来小技就中了淬炎 已经持续到两回合了 他假如又大招又打了 他再重新计算三回合 然后敌方的淬炎数量越多 本次伤害越大 所以 最高提升30% 你等于 对方等于一只 就提升5% 因为你六只 场上最多就六只 那六只的话 你一只5% 最多就30% 所以一只 一个淬炎 就提升阿修的 5%的攻击力 所以才会 为什么会有一个 他的定位是 那一个游刃有余 加上他目标 列只有一个人的话 额外再造成30%的伤害 所以你只要他列的话 你把他后排或前排 把他赶快解决掉的话 你这样子的话 其他有淬炎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跌到40% 或是40%以上或更高 那第三个的话 这一个 基本上15只只都是 攻击跟生命 点这个的话都是 两个的 不然通常的话14只只 还是一样 就是你假如是防角或是弓角 都基本上我记得都是 还是提升 你假如是 那一个 攻击的话 那就是 提攻击的吧 你假如是 血的话 就是提升血的 我们确定一下 像以狼特 狼特是 4只只的吗 点错 然后他是 攻击吗 对吧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 14只只的 防角 生灵就好 对吧 生命 所以 15只只目前的定位就是 练下去的话 他这首的话 第4 第3机的部分 就是生命跟 攻击都会一起提升 我们可以给你看一下 百如 百如也是一样的 生命跟攻击 然后目前的话 台浦的最后 那个 无界嘛 给大家看一下 无界一定也是的 攻血 你看 一样是攻血 所以 假如现在15只只能 目前看的 第3机 一定都是提高 攻血的部分 好 然后祭祀的话 就是被动剂 就是也是重点之一 就是 主要是很多角色 会摆上去震的话 都是 基本上都是看第4季 祭祀的话 一定是对 通常是配合 整个队伍的效果 下去做搭配 主要是它第4季的话 是可以 就是一样 它是降低 双方男女 就是 就是对方的男女 都可以降攻 所以 你通常因为 大部分现在很多 都是降男攻 但是现在还是很普遍 很多人都是 有些人是走女队 可是女队的话 现在等于就是 没有降攻角色 所以 像 阿修的话 像 阿修的话 是 男女都降15% 虽然它幅度 以降男攻来讲的话 幅度 却是没有 蜂娜跟 雷雪这么高 但是 它至少 因为有些大部分 还是不会完全走女队居多 还是会 男女混搭 这样至少 还是有降到攻击 只是 对方男角越多的话 只是 就比较吃亏一些 至少因为 没有降得比 雷雪或是 蜂娜来得多 但是它会取决 通常的话 假如蜂娜跟阿修在场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查过 到底是为什么 它会先取 阿修为定位 是以 资质来算 取它的那一个效果吗 目前我推测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降低就是全体格鬥加攻击 就是指这一个 被动技能 然后这里有 血不能与 立安 蜂娜 不知火舞 跟雷雪 做搭配 因为火舞的话 它开不完 门之后 也会变成趴数 不然的话 你不开门时 那一个火舞是直接降数值 其实就 幅度会很小 然后阿修的话 就是 这里的部分 就是开始来讲了 为什么 阿修的定位 会是这个 游刃友谊 持续爆发 即时吸收身上的灼烧 转为攻击力 每次提升15% 最高可以跌到30% 就是 你白草炸下去 蜂巴炸下去 就是 只要 导致 角色身上会有灼烧 或是黑草的大招打下去 都会 那一个 被阿修直接吸收掉 但是 像 像黑草打下去的话 他一样会是先扣怒完 然后再吸收 他不是不扣怒 然后才吸收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但是 像白草的话 因为他是回合结束时才扣怒 所以 他打下去时 就会马上被阿修吸收 吸收掉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区别 所以打基本上吸收两次的话 攻击就会跌到30% 就是也是很高的 很高的伤害 因为阿修本身的伤害就不低了 当阿修收到超过自己身上40% 攻击上限 就是你单次攻击 超过40% 就是他总血量的40% 他就会回血了 不然像有些 伤害的话 像我之前就有很多次 像打同战力的酷辣 会打输的原因就是 他一开始的伤害 没有伤害到超过40% 所以我的 没有要导致到回血 所以我 他这里还寫 或者等于 或者生命值低于35% 然后会触发回血 就是你生命 低于40 你的血 低于35% 他会再触发回血 但你生命35% 那时候就会遇到 假如对手 运气比较高 刚好暴击 他暴击 出来的伤害 有办法超过30%的话 你这样又没办法 触发回血 这就是 比较 也是容易 就要注意这些的话 就是容易 你容易 可以打赢阿修的一些点 然后他回复血量的时候 至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优势在 你这样 驱逐自身的 减益效果 你像扣怒那些 都是属于 减益效果 但是沉默不算 你想要是 沉默跟 扣怒一起中的话 他 却触发回血 但是 他不会把沉默 给驱逐掉 这是要注意的 然后同时 再增加20%的免伤 这是 再这样子 就变成 阿修会 变相的变硬一些 变得比较难伤害 持续一回合 然后这里后面有写 致死伤害不会触发回 回复效果 这是开门过后的 这是开两门过后 本来是触发三次 开门过后才会变四次 致死 这 致死伤害不会触发回复效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有些 蜡兽刚出来时 大家其实不知道 为什么阿修 打他不是血低于多少会 回血吗 结果是 因为他那个伤害 那一回合 那个对方打他的伤害 已经溢出来了 溢出他的本身 总血量 才不会触发 那假如 如果他假如是设定成 那一个 你低于那个血量 就会 直接回血的话 就是 不会致死的话 就是已经溢满的伤害 到了 不会直接把你带走的话 这样的话 阿修真的是太过于变态了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打很久 才能把阿修给打掉啊 如果阿修 上回合没触发回复效果 本回合伤害在提升20% 就是 他假如没有触发 就是 你伤害没超过40% 或是 血量没低于30% 导致他回血的话 伤害都可以在 额外的提升 就是 等于 这大概加一下 你看 他假如 两次灼烧 你没有让他触发到回血的话 你看 你这样子吸收了30% 你这样 伤害 他上回合没触发到回血嘛 你这样子等于有50%的伤害 这是 也是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 附带 灼源的 敌方格斗家 震王后 哎呦 这里 阿修会 窃取 窃取 其 部分 战魂效果 就是对方 你确演角色越多 你倒 被 死掉之后 会导致阿修 就是 类似那一个 真名 呃 类似一格的那一个 六门大招效果一样 可以偷取 那一个 敌方 那个 角色 战魂的效果 但是 一格是 直接 全 全部 拿走 就是 敌方有什么 战魂 他就直接拿走 但是 也是有 %数的 不是 没%数 他是取得 我忘记 几%了 差不多 我记得是 20%还是 30% 阿修 他就 竊取 部分 战魂效果 但是他没有写 几% 这就是 有时 玩泻 为什么 有时 会让人家技能看不懂的地方 他都没有写 这样子 让人家就不确定是多少 很难去做一些计算 方面的事情 然后 第 那一个 第五 的话 就是 五星的话 这个 五星跟六星 其实都一样 都是伤害 或是 免伤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 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阿修 我们就把 阵容 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 阵容是创世湖 我们就把角色换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主力就是让阿修做 工作 那一个 伤害的 所以我们就来换一下位置 把一些 像 可以上小七 因为小七本身就没有什么伤害 只是呢 就拿来当坦克 草爹的话 因为我战力比较低 基本上就是来提 阿修的火攻 K的话是不能上 因为K 我K上的话 因为K的伤害输出也是 有点高啊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炎克好了 炎克的话 因为炎克的技能 可以提后牌 但是炎克我等于是没练 所以可以拿来当后 提后牌使用 黑草也可以 黑草也是来提后牌的 我会单纯就是 那一个 使用来 看 那一个 炎克 阿修的攻击 速度是有多可怕的 然后再一个 就上老头 老头也是提后牌的 好 这个 那我们就试一下这个阵容 阿修 这里就是要把 比较软的放在 阿修前面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测试阿修 然后小七就摆在这个 跟阿修一定要排远一点 好 我们现在战力 这样子摆的话 等于是 86万 我们来测试 打一下 高一点的战力 还是 我们来打一下 我们这个 我们 现在 另一个社团的 目前 他是我们的军师 这是我们的军师 我们来打打打打看 试一下 测试看看 打这种 高 刚才没注意 高多少 好像差不多 20万的 战力吧 他可能是高 我们20几万的战力 所以阿修的 阿修的定位是 可攻嘛 又 算是 可攻可守的角色 所以 目前的话 很多人都 也在等 阿修的 那一个 魂甲出来 因为阿修魂甲出来的话 以四五之族 那一个 抽出来的 因为目前的 他的 门槛的话 像白鲁 一样的话 真的就是 很便宜啊 感觉阿修这样的打 好像还是有点 齐力 有复活到 小溪 有复活成大溪 你看一个小技能 刚才那一个 库拉的血量 应该有半筒 很 以上 这一个 这样子打 好像还 有点太吃力 有点太吃力了 走啊 这 战力高了 应该也都快 已经快到三十万了 来 我们试一下十万的 这个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一个 兵器 一、二滚 警察 湯 順便看一下小七能撐一下多久 也不能上白魯的話 應該會差有點多 像是剛才瑪莉有死掉 所以阿修可以萱取一下她的部分戰力 但是瑪莉是雄魂戰力其實就還好 這樣阿修還一直持續提升戰力 那個攻擊 我沒有復活 直接爆掉了 路卡爾跟庫拉直接撐不住 打差不多高快20萬的戰力還是OK的 基本上單單是阿修直接1打6隻 因為小七基本上沒有什麼攻擊效果 就是阿修很可怕的地方 但是她有4次觸發回血 只要不要致死的話 阿修其實都是一個翻盤很好用的一隻角色 再來打個測試 我們可以試一下 打 氣氛或是什麼外外也都可以來測試 我們來打一下氣氛好了 氣氛的話基本上算是高20萬 就是剛好差不多20萬出頭 我們來試一下 她的角色 其實就比較屬於難對付的角色 我們來試一下 加上我個人本身對阿修也是非常的愛 到時的話 阿修開完六門也是會再拍影片給大家看看 測試一下阿修六門效果 雖然那個現在大家應該也看到蠻多六門效果的 有阿修 有阿修這一回合已經被控到 就是有點可惜 我這場應該就有點難贏了 因為小7沒有辦法撐太久 像這樣子小7要一次翻盤就有點困abb 好,這六門的K,這樣子真的是蠻困難的,血觸發完 我們換一下搭配好了,不要這樣子配,換一下搭配 我們放浪場上有兩隻坦克,試一下 上瑪莉跟那個泰瑞 主要是這樣會讓瑪莉更硬,所以我們就這樣上,試試看,這樣會不會比較好測試的出來 太累了,說眼殘嗎? 太又上,瑪莉還沒上 哈哈 這樣子 再試一試 antes才入壽 Hofo 真的很! 太一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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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也撐得不太好 比小七的格擋真的是很優秀 比小技能就帶掉了 只要是 褲賴已經殘血了 這樣陣容真的有點難 還是我們把前面換成白爐好了 快白爐看看 老實因為我白爐比較沒有輸出 可以試一下還是用白爐 好 我們400爐再打一個 打一次看看 只要是因為要讓 你要讓阿修有輸出 那個 久一點的持續輸出的話 你前面的坦克其實就要很優秀 因為你只要你前面坦克其實不優秀的話 你的白 你的阿修就很難展現出他的 高輸出的部分 好準 右門K真的很暴力 optimism 搭取得不腳 降溫 散請 輕 coded 拼 tar 這個有機會喔 血觸發完應該就沒機會了 還沒觸發完 這場就蠻測試出玩阿修的 續戰能力 就是阿修個人的續戰能力 其實有時候你們在 有用過阿修的人就知道 其實阿修只要他沒有 躺地板的話 他隨時都有可能會翻盤 就算你角色的血量是滿的 情況下 就有可能會直接把你打翻盤 好 那我們來測試自己打自己 阿修的定位 阿修的定位 他主要是他輸出很穩定 加上他又能攻能守 加上他的 就是 續戰的練才 就是他在場上存活率很高 所以 他就算在創世虎 創世蛇 就算是創世龜好了 都是很好 都是可以放在正上的角色 應該是說在哪個創世裡面 他都是還有一席之敵 雖然他 就算現在是 大家都走四魂 還是比較普遍 是看到四魂陣嗎 但是四魂陣的話 還是很多人會擺他 所以阿修目前的位置的話 是目前正能的話 是算全方位的角色 我要參加 女生修也 不然 是 只要血炎的角色越多 越可以為阿修帶來魂 阿修迴怒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因為他自己攻擊會有蛇魂的效果 然後敵方震完時他也會導致他迴怒 所以阿修開大的次數也是很多的 雖然阿修是狼特給最後炸掉的 這一點點血量爆擊阿修就算沒有出小技能普打也是非常痛 阿修的小技能只要爆擊的話 其實他也是不遜色於他的大招 因為他小技能的話對方 剛才我們大家有看過 他只要對方是有淬源的情況下的話 或是免疫灼燒的對象的話 額外是提升60%的傷害喔 這也是非常高的一個數值 好 這是目前我阿修的練的情況 好 那我們今天阿修的角色分析 我們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角色分析的影片 那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會為大家帶來一些我個人的角色分析看法